我们苍龙七秀来到了最后两秀 维火虎集水豹 那么 首先整个这个代表乾挂 乾隆无用 乾隆在天 息涕若栗 终日乾乾 月龙在渊 然后飞龙在天 这就是皇帝的位置 然后 抗龙有回 那抗龙呢 就是这个龙啊 已经走到了末端 叫维火虎 维火虎呢 它就象征着 豺狼虎豹 你看这个生肖猪虎 前面是兔 然后是龙 龙族 我们说了 这是虎族 猫可童 那这个 说日月在尘呢 日月会尘 日在尾 就是太阳 出现的时候 这个尾 才显得亮 才看得见 但是太阳光 遮住了它 所以神龙 见首不见尾 相传 另一个神话呢 就是这个龙 它的绝招 神龙摆尾 但是 上帝一千 自损八百 那用这个的时候 没有轻易 它不会用 所以 一般 它又把尾巴藏起来 那 我们 前面说了 这个 道 教里面 把这个 分为了 说 天门星 等等 这样一系列下来 我们就不具体说了 就是这个 代表 天庭 宫廷的 天门 这个呢 就代表着 宫殿前的 拍扁 等等 这个呢 就是皇帝 天府行 睡觉的地方 这个 这两个 都代表 皇帝 亲政的地方 那可见 这个 应该是 就是 皇帝 坐下的 那个位置 那后边 两个呢 就是说 后宫 那你看 后宫 还有数虎 有数豹 说 庆祝 十二口 光丰未上针 两者 结未独 最独富人心 所以 后宫之斗 煽风点火 吹一阵风 就 可见它的威力了 吹的什么风呢 枕边风 当然最厉害 其次才是大臣的 这些 他们就 说啊说 笑啊笑啊 说这个 积水豹 就是这阵风 这个尾巴 其实龙已经结束了 到了这个 就是刮起来 一阵旋风 这个龙的 虽微 余微还在 那 古人呢 就把这个叫 也叫风波 那天上的这个星君呢 就相当于风波 那雨诗呢 雨诗在后面 我们再讲 那 这个同时呢 一个星星的形状 是波及型 所以叫积嘛 这些命名啊 尾巴就是尾 心就是心 就是 它 很简洁 要么就是 行贿 要么就是神思 那 这个 古人 常常看这个 这个测天气 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别的也可以看 那这个波及 中边还有 还有一个鼓 鼓子的星 那个鼓子 星如果在 波及里面 就代表是 风调雨顺 如果在外面 离得越远 风越大 那多形象 当然了 还有说 这个是龙的宝吧 就算他真的是娃娃 那在天上能亮 那个星星可见多大 那娃娃一动 你就死了